前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歡慶兩週年願慶 同時也是運動醫學中心盛大開幕 結合了中心各項醫療資源 提供運動員以及一般民眾 最妥善的照顧 在這裡我們最重要是 整合了學系的資源 還有整個醫院 各個不同科系的資源 以往我們遇到運動傷害 可能是找骨科醫師 或找復健科醫師 甚至坦白說就是找中醫師推拿 其實他們各有專業 那我們希望在這個場域 結合大家的力量 那第二個特色是快速 我們藉由即時的診斷與照護 我們有自己的防護訓練的體系 那未來這些 不管是一般民眾的受傷 他的場邊有防護員 或者是球隊 跟我們合作球隊 場邊有我們資源的防護員 我們都可以即時 來跟中心做一個連接 嶄新開幕的福大運動醫學中心 也和台電各球隊簽署合作關係 期盼能為旗下運動員 打造更為健康的體魄 喬喬台電女籃球員 跟郭佳文在試用的 不就正是NBA傳奇推移球星 Kobe Bryant 也曾用過的反重力跑步機嗎 那台就是無重力 就是讓你感覺沒有重量 然後在跑步 然後我剛跑的時候 我覺得 因為他把我 就是整個拉起來 身體往上拉 就等於在跑步的時候 是沒有感覺到負重的感覺 對 所以跑起來疼痛感完全沒有 除了這超新穎的反重力跑步機之外 包括了平衡檢測儀 關節檢查儀等高科技設施 輔大運動醫學中心也都沒有少 當然還有專業的醫療團隊 渴望幫助國內運動醫學環境 帶來全新的突破 完全新聞採訪報導